河北开示 大宗星合照 请跟我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阿慶方長 尊敬的最同修 最護法 最大的大家早上好 阿慶方長 今天墨學 學悟 借這一次清明 忽視喜哉 孝親報恩 中逢三十七年的法式 來跟大家簡單的講講話 借用大家的四十分鐘 難得一年見你吃麵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在這裡 我們有一些是越南的同修 可能需要翻譯 我就慢慢的講 你給我這個機會 我站在這邊 你們好好聽 其他的事情不要想太多 心看著我 你有老公啊 太太啊 什麼不用看 心看著我 喜悟法師長得不錯 這樣 知探嘛 這個是簡單的 跟大家來講講話 那首先呢 我要感謝 我們越南的同修 就是蓮池念佛堂 還有蓮花念佛堂 尤其是我們雪梨敬中協會 這一次派幾位過來 來幫助我們 把這個三十七年能夠啊 為我們來發心 百忙之中啊 能夠讓一個時間到西澳 跟我們一起做三十七年 我們要鼓勵感謝他們 來鼓掌一下 這一次啊 主辦單位的 你剛剛建立的 就是西澳敬中聯誼會 這個是剛剛建立的 最要緊的呢 我要感謝我們的陳師兄 就是翻譯啊 從華語到越南話 陳師兄在哪裡 出來一下 你躲在後面 躲在後面 出來一下 出來一下 他聽得到 人很低調 這就是我們的陳師兄 我來到澳洲啊 又跟越南人借個緣啊 又靠他 尤其我在雪梨啊 跟越南同修啊 借了很多 比如說我到雪梨獎金 我每一年啊 至少要四次 一月份啊 四月啊 清明啊 中原 好 起碼四次 還有七月份 冬天 四次喔 幾乎都是 越南人煮給我吃的 都是越南人煮的 我忍他沒到雪梨盡中 雪梨 我先打個電話 給我們的證據是 就是總幹事 我忍他沒到 我先打電話 越南麵到了沒有 這個是真話 我們師父不可以講 騙話 這是真的 因為我師父很喜歡吃越南麵 在別的地方吃不到 所以啊 每次到台灣啊 會到台中 台灣 越南人啊 聽說啊 將近三十多萬 很多啊 將近三十多萬 台灣的人口是兩千 將近就比較比較 比較降低了 以前是兩千五百多萬 現在兩千三百多萬 很多年輕人不想結婚 結了婚也不想生孩子 因為照顧孩子很累 所以裡面在家裡啊 寵物 都是養動物啊 你知道嗎 所以台北啊 有一間啊 叫做動物 去參觀 在台北 參丁 在台北 靠近西門町 而且這個參丁啊 很豪華的 真的很豪華 一進去喔 就是貓啊 火啊 甚至於有的時候主人啊 跟他们一起吃饭 吃的食物 都是国外来的 没有本地的 宠物 在台湾 有这种的事情 因为我去过 我看过 那个宠物 那些猫 那些狗 他们的生命 生活 福报太大了 冬天有冬天的做法 夏天有夏天的做法 睡觉又有冷气 几点起床 几点睡觉 已经安排得很好了 甚至于有时候 这个动物 这个动物 在发脾气的时候 不高兴的时候 主人很头痛 晚上睡不着 吃饭也吃不饱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人口慢慢地降低 现在剩下 两千三百多万 所以将来台湾 就如同日本一样 就是老人国家 老人国家 而且老人有两种 有一些活得很有尊严 有一些活得很没有尊严 看人的福报 像澳洲 老人很有尊严的 真的 你去老人医院 你要做义工 这些工作人员 先跟你说 第一个条件 你要学习 恭敬老人 你不相信 你去试课 一个老人在房间 你还没进去 你又敲一个门 你不敲门不行 怎么样尊敬 恭敬老人 所以老人在澳洲 很有尊严 也不需要靠儿子 为什么 政府会养 甚至于 有时候我们自己 帮助自己的儿女 但是在东南亚的国家 那就不一样了 像师傅常常到马来西亚 很多老人院很辛苦 为什么到老人院 儿女长大了 忙得赚钱 自己有家庭 要照顾自己的儿女 没有时间照顾父母 那怎么办 送到老人院 每一个礼拜 来看一次 慢慢变成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慢慢变成三个礼拜 然后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甚至于有时候 没有来看 打一个电话 现在人啊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昨天 我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我们要提倡 提倡什么 提倡孝宝 所以 在台湾 我常常到台中 有一条街 就中山路 中山路那边 很多越南人 一条街 都是越南人 安卖的就是越南餐 这场去那吃 台中很热闹 所以 感谢 我这段到学里 所以我现在 在处理我的平安 就是永久居留 希望将来 能不能住在澳洲 养老 老人太好了啦 以后啊 你现在没有土地啊 以后老人 谁照顾啊 那就惨了 干脆啊 以后老人 跑到澳洲了 也很老 好啊 这个有福报 所以我感觉啊 这段时间我在这个 澳洲啊 很多都很照顾 到布里日本 墨尔本 到雪梨 都很照顾的 西澳 也是 所以我看这一次 临时念佛堂 莲花念佛堂 雪梨静忠学会 尤其我们现在 他们的刚刚建立 就是西澳静忠演义会 希望大家一起 来提倡 来做三十信念 来念佛 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回向给我们的父母 回向给我们过往的亲人 回向给我们的累积 引擎在住 甚至于 回向给我们这个国家 国泰民 风调一顺 因为现在天在人活很多 而且将来 人类啊 在这个地球会很苦 为什么会很苦呢 天气冷的会更冷 天气热的会更热 就是气候不正常了 所以将来人类 为什么会苦 缺食物啊 种不出来东西啊 所以中国现在很头痛啊 人口多啊 所以这个地球以后 人类为什么会苦 缺食物 所以 很多事情 有时候我们自己 现在是没办法想象的 但是过五年后了 你就明白了 什么叫做苦 这个一年一年的增长 天灾 人祸 一年一年的成长 那我们在这边 做37年 没关系 像雪梨 一次做三天 每一天都很多人 这最后啊 五六百个人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集中在一起 一百多个人 没关系 用我们的心态 来供养 供养谁呢 就如同我们常常说的 上宝是宠恩 夏季三土苦 来感恩我们的一切众生 感恩我们的父母 感恩我们的老师 感恩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 用这种的心态 把那心态又扩大一点 来感谢 来回向 给这些众生 尤其三土 三界的众生 所以 老法师啊 就是我们师父上人常说 一切福报 从恭敬而胜 你要修福报 首先要学恭敬 没有恭敬心态 你怎么修 也学不了 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解释 所以啊 我借这个姻缘 来跟大家 来讲讲话 一年才建立词 我希望以后 是要一年办两次 办两次三十信念 就是清明啊 终元间就好 一天就好 希望啊 希望以后了 希望 所以啊 我很感谢 主要大家 给我这个机会 我们学离 尽中学位的夜中人员 临此念佛堂 临花念佛堂 也包括我们的 印尼广化万佛师的 一些统修 今天啊 能够把这一次 清明护士喜在 校庭报恩 中风三十训练 回向给我们的祖先 回向给我们过往的父母 希望啊 蒙阿弥陀佛 愿力 慈悲 来射受 我们这个功德 然后呢 西方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所以啊 心量也大 福也大 一个人的福报 不是拼命他 靠他的聪明 还是努力 没有 看他的福报 这个福报 从哪里来修的呢 从心量来修 心量讲 就是恭敬心 所以今天啊 我就用简单 跟大家来聊聊天 讲讲话 讲一些故事 给大家来分享 会打个碎吗 听得懂吗 Are you understand? 大概就是讲 英文就是这个呀嘛 我只能会讲这一句啊 其他的就讲不了了 所以我不大喜欢到美国 到美国海关啊 很麻烦 问你一大堆 什么事情 Yes 我们听不懂 Yes 有什么 Yes 你有带炸弹啊 Yes 那不是糟糕了啊 听不懂啊 问你一大堆的 有时候 所以语言不通啊 所以你要度这边的人 你要语言要通 所以我在想啊 我要什么时候来学英语 所以前几天啊 我就跟那个 证据是啊 我说啊 你安排一个人 来教我讲英语 每一天 怎么学 因为在印尼啊 写不了 为什么 一道的人都是印尼人 讲话印尼话 没有机会讲 所以到美国啊 麻烦啊 真的很辛苦 所以每次啊 我要到美国 我要问问啊 有没有统修一起过去的 我要麻烦了 真的 像我在飞机上面 我肚子好饿啊 我不会讲英文 我刚才说 Noodle Noodle 面 泡面 泡面 有没有泡面 空中小姐说 哦 Noodle 我也不知道里面是荤还是树的 拿出来就是荤的 有人看到 师父啊 你看 你饭戒 你吃荤 你饭戒 我也不知道 有时候真的 以缘分通很麻烦 要靠人啊 所以每次到美国啊 问你一大堆 哦 真的好麻烦 所以我每次到澳洲 什么都不带 带衣服就好了 检查 没有什么东西啊 如果进了澳洲 很容易 为什么 大家熟了嘛 海关也熟了啊 常常见面啊 因为是我们少数民族的嘛 我们穿这个衣服 是少数民族的 一百个人架飞机 没有别的 只有我一个穿这种衣服 那就认识了 对不对 进到海关 Good morning 没事了 过了 乱一 去澳洲啊 我很喜欢 美国啊 我真的 有时候真的不想去 但是物行法师 命令了 命令下来 老板啊 已经命令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对不对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命令 可不可以不去 不行 一定要去 没办法 要跟着去啊 所以我在想明年 在找什么借口 来更新是说 我可不可以 以后不去 那个远远的地方 前几天打电话 叫我 跟他一起去巴西 阿根廷 对不起了 太远了啦 远不通 那个巴西啊 治安很不好 不真的 所以澳洲很澳 我喜欢来澳洲 要觉得越南人很多 以后我到西澳 你们好好照顾 你看我到澳洲 养得肥肥的胖胖的 你看 就是这个啦 这个是简单 来跟大家 说说话 我记得 我记得 我们师父上人啊 就是我们的导师 就是敬孔老和尚 他常常啊 在讲经当中 也是跟我们法师啊 出家人讲一句话 讲什么呢 这一生当中 你必定要抓住 抓住得稳稳 把这个因缘与忌讳 不要放过 明白吗 我们师父上人啊 常常告诉我们 因为他现在93岁啊 因为他大慈大悲 到现在还留在这个世界 为了什么 为了要怎么样帮助众生 要不然他常常跑 老人家93岁的老人家 你想一想 如果凭他的福报 他固定一个地方 在香港 你看那个香港 六合园啊 那个六合园啊 真的很清静啊 一进去六合园啊 心很 怎么样啊 很舒服啊 在香港能够找到 像这一块地啊 已经很不容易啊 香港是寸土寸金的啊 但是他在这个六合园啊 在他的自己的道场 真的很棒的 你一进去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哇 这个地方真的很舒服 所以老和尚追见啊 命令啊 物状法师 就是去六合园 住在长青 如果凭他的年纪 他的福报 老和尚住在香港 澳洲或者台湾 他就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他老人家 到现在还是到处跑 刚刚啊 从澳洲回到台湾 从台湾 又飞到法国 现在在法国 法国好了 又去英国 所以今年啊 住到年底 才回到台湾 到香港 那老和尚呢 以他的年龄九十三岁 这九十三岁啊 他告诉我们啊 像我这一次 四月份 见到他 他告诉我们啊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要抓住这个姻缘 这一生当中 不能把他放过 因为放过了 机会过了 那将来要得人生 而且要了生死 出山间 那就很难了 什么叫做姻缘 姻缘就是这句名号啊 这句阿弥陀佛名号啊 你想一想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功德有多大呢 你只是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啊 那个功德有多大 五量寿经里面 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五量节以来 生生世世啊 所修学的功德 都在这句名号当中 那你想一想 念这一句名号的功德有多大 就是等于把阿弥陀佛五量节 所修学的功德与福德啊 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 那你们是有大福报的人啊 这个叫做姻缘啊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所以 宏一大师 就是近代的高僧大德 讲了一句话 讲了一句话 不是很严重 不是 不是很消极的 而且 讲这一句话 很深的意义 宏一大师 你想一想 他说什么话呢 他说啊 阿弥陀佛是无上的意义 拾取不面 非知疯狂 阿弥陀佛是无上的意义 不但会医病 也能够医命 人家得癌症的 严重的 已经 医生判断你的寿命剩下三个月 只要你相信 你老实 你依教奉行 你的病都能够练好的 很多 事实在眼前 很多 连我们的命都能够治好 何况 我们的病 在佛教里面 病有三种 一个叫做生 就是生理病 就是身体生病的 感冒 发烧 容易治 第二个叫做业障病 我们的业障 第三个就是业障 就是我们的业障病 就是我们五量节以来 带来很多的 那些五量无边的业障在主 那怎么治啊 靠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这个是宏毅大师所讲的 所以你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等于把阿弥陀佛 五量节以来 生生世世所修学的功德 在我们的手上 这个因缘 第一个因缘是什么 认识了净土 净中 所以你看 一切法门 在末法期间 哪一个法门是最殊胜的 净土 而且这个净土 是从释迦牟尼佛 成佛之后 开始推广了 真的啊 从释迦牟尼佛 成佛那一面 开始推广了 推广什么 在大方广佛滑眼睛 释迦牟尼佛 讲这一部滑眼睛 这一部镜的分量 有多大 有人知道吗 大方广佛滑眼睛 这个分量有多大 这一部镜的分量很大 如果这一部镜 把它移到我们这个地球 我们这个地球 没办法会沉下去的 因为这一部镜 现在在哪里 在龙王 龙宫 是因为啊 龙树菩萨 到龙宫去参观 看到了这一部镜 把这一部镜的精华 带到我们这个地球 滑眼睛莫聚 文书菩鲜 老鬼极乐 推广啊 不但这样 释迦牟尼佛 当他的父亲临终的时候 就是他的爸爸又往生了 就是净犯王 释迦牟尼佛回来 为了孝顺 告诉他的爸爸 父亲啊 现在写什么经都来不及了 你要好好念佛 将来往生西方几个世界 你才有机会学习 学习什么 将来证得阿诺多罗 三秒上菩提 就是成佛 他爸爸还有福报王 听话 真的念佛 所以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 修显 不但这样 而且 释迦牟尼佛 又在推广 威迪西夫人 就是阿瑟瑟王的母亲 因为阿瑟瑟王 把自己的父亲杀掉了 伤害自己的母亲 伤害到什么程度 已无法去形容 作为妈妈看到儿子 把自己的父亲 把他杀掉 而且差一点 把自己的母亲也杀掉 看到这个世界 很健忘 很难过 很痛苦 感觉这个世界太苦了 问释迦牟尼佛 有没有世界 让这个痛苦 没有游力 没有痛苦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最后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 阿富沙姆杀阿罗汉 破合合身 出佛生血 这些五逆大罪 都是五间地狱的 五间地狱 很苦 所以 真的 像我们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 记得 看到出家人 要共进 像九法师来了 共进心 师父 吃面了没有 还没 还有第二个 我跟你大家 破路一下 除了越南面 我很喜欢吃炒饭 大家以后 除了共面 也是共炒饭 不好意思 讲出来一下 其实很丢脸 中国人讲 厚脸皮 厚脸皮 皮很厚 这种丢脸 这两种 只有这两种 我可以生活了 真的 所以出家人 其实 能够出家也不容易 所以我师父 就是我们师父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 师父 一粒米 罢如 须米山 今生 不了刀 皮毛 带脚 欢 听懂吗 一男人听懂吗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跟你讲 师父 师父就是护法 就是这些护法 就是你们 供养给一位法师 谁人 一粒米 一粒米 你的功德 就如同什么呢 像须米山一样 什么叫做须米山 须米山 以我们佛教讲的 就是黑点 黑洞 黑洞 你知道黑洞吗 这个黑洞有多大 什么事情就吸进去 包括我们这个地球 如果黑洞一打开 什么样的心 就吸进去了 很大 如果 这些师祖 供养给我们 我们没有好好用功 认真修行 那真的皮毛带脚 怎么皮毛带脚 先到五间地狱 五间地狱 就是我们讲最苦的 什么叫五间 就是没有时间的 什么时候出来 不知道 从那边出来呢 出来 之后才皮毛带脚换 做牛做马 来还人家 这个是真的 这个发生在明朝初年 明朝初年 有一位法师 他住在山上 每一天 有一对母女 这对母女 每一天供养两餐 给这位法师 然后有一天 这位法师想一想 如果我这样下去 还不到 还不觉悟 那我怎么办呢 所以 下心 下定决心 就是说 我要醒脚 我要到处去参学 我要到处去学习 所以我不想住在山上了 他告诉他的 他这两位师主说 从明天开始 你们不要再送饭了 因为我要到处去留学了 那后来呢 后来啊 这位师主听到这位法师要走 赶快跑过来 跟这位法师说 法师啊 你为什么要离开 你不是在那边住得好好的 我每天供给你吃 你不用操心 这位法师说 不行 这样下去 我将来会皮毛带脚盘 那真的啊 然后呢 这位师主啊 因为看这个法师要走了 所以勉强啊 请这个法师 你现在不要走 等三天 等三天 三天啊 那这位法师说 既然三天啊 我就等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师主呢 要送一件衣服 就是出家人的衣服 然后呢 送一点 路费 就是四颗 龙眼 龙眼 就是让他如果在外面 醒脚的时候 找不到地方 可以睡 找不到吃的 可以用这个四颗 四块龙眼 来作为 他的路费 那这位法师呢 等到最后一天 晚上十二点 在明朝 这个例子很出名 在十二点的时候啊 突然间看到一群 青年的童子 这个青年童子啊 就是 巴音啊 就是敲楼 敲鼓啊 那时候这群孩子呢 带着一朵梨花 拿着梨花 然后把这个梨花呢 放在这位法师的前面 比如说 这位法师住在这边 那个梨花放在前面 一放呢 这位这一群的童年啊 就跟着这位法师 法师赶快去做 赶快 赶快 那这位法师奇怪啊 我没有念佛想要求圣净土啊 我是修禅的啊 今天不是阿弥陀佛的送灵花 是一群的小孩啊 这个一定不对的 所以你要小心哦 如果你们念佛当中啊 有一个群小孩来送灵花哦 你们千万不要跟着他去哦 你去了 一去也不回来了 我跟你讲啊 真的 然后大家很奇怪 这一朵灵花 为什么不是阿弥陀佛送的呢 那为什么这一群小孩里痛呢 然后第二次啊 又逼这个法师 法师赶快 赶快上座 赶快上座 这个法师不理他 又第三次要你吹 法师赶快 时间来不及啊 赶快坐 因为这个法师啊 一心求道啊 定力啊 定功很好 所以他明白 我是修禅的 我不是修净土的 既然我如果我修净土 阿弥陀佛会来接引的 不是小孩来接引的 然后这些孩子呢 一直逼他 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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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突然间啊 这位法师旁边啊 拿着他自己的隐庆 插在这个链花上 所以我们法师 走到哪里 彼此啊 琴此啊 会戴着自己的隐庆 隐庆很多作用啊 所以你们要小心哦 真的 这个隐庆的作用很多 你不要小看这个隐庆哦 它的作用的很多 它没有负面的 它是正面的 它真的正面的 真的啊 比如说 有一些人被附身了 隐庆会有作用的啊 很多啊 所以我们法师 有时候会戴着自己的隐庆 不是因为我们感情上的 不是 说法会不是 有作用 真的 然后把那个隐庆啊 插在这个链花上 插下去 一插下去啊 这一群童子啊 就把这个链花跟隐庆带走了 带走之后啊 这对母女 每一天供养的 刚好他家里养了一只马 这一只马是帮助 这一对母女啊 工作 隐后 所以呢 刚才要生孩子啊 这一只马呢 一直生不出来啊 很奇怪 一直他 逼他生 生不出来 后来啊 生出来 生了什么 生了一只隐庆 隐庆 生出来不是马 但是一只隐庆 然后这一母女呢 奇怪 拿去洗的时候 这个隐庆不是师父的吗 为什么跑到这边来 真的啊 后来呢 他是个法师离开啊 这位母女啊 就把隐庆带到山上 给这位法师 法师你的隐庆在这里 这个法师说 我的隐庆为什么到你家 我也不知道 因为昨天我的马生出来 不是马 他是一只隐庆 一只隐庆哦 后来这位法师啊 才觉悟了 他真的开悟了 从那一刻他开悟了 他本来叫醒脚的 因为啊 说到这个隐庆 他开悟了 所以开悟啊 不是时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空间是假的 一个人开悟不是 我今天要开悟的 明天要开悟不是 跟念佛不一样 念佛为什么很多 那些高僧大的三年 念佛就往生西方 因为念佛这三年 他真的念佛功夫成边 念佛有三种的功夫 大家跟大家分享 后来呢 这位法师开悟了 说出了一句 那个学了一首诗 他说啊 为了一张笔 为了一条的 一件长衫 我差一点 身为一 作为一只毛 因为这位 这位师主要供养 他一件长衫 所以 法师接受这种供养 有因果 他因为要接受 这一件长衫 差一点 因为接受他四块的龙眼 差一点 这个龙眼四个什么 马不是有四个脚 脚蹄吗 对不对 脚蹄下面不是有四个铁片吗 就是这一个 后来呢 他说 若老生 定立 那个无功 无的定功 今朝 去做 你的马儿 如果 他说 如果我的定功 不够 我差一点 是做你家里的 那一只马 就是去还在 你们的 供养这些 所以啊 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真的不容易啊 供养 为什么我们每一天 吃饭要念佛 此生佛号 为什么我们佛堂 要建立一个叫做五官堂 为什么我们每次念佛 要观想 就是要供养 感恩 供养谁 供养这些农夫 供养这些的人类 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上啊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无法生存的啊 那既然他供养给我们 我们要用什么心态 用感恩的心态 来回向给他们 你明白吗 所以每天要做这种事情 每天吃饭 此生佛号 阿弥陀佛 感恩世界 感恩所有的人 我们没有欠人家在 明白吗 哪怕算今天我们很有钱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我们也无法生存的啊 所以每天用感恩的心态 感恩哪一个人 感恩哪一个人 人家对我们不好的 我们也要感恩他们 这个就是学佛嘛 对不对 听懂吗 所以啊 我们修行的人要明白 因果是公平的 很多人说 师父他常常做坏事 为什么没有报应 不是不报 实诚未到而已 到时候会被报应的 你相信啊 等一下最后 我会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现实报的报应 很恐怖的 所以老和尚讲 因缘就是净土啊 净土 那这个因缘我们知道了 机会是什么呢 机会就是这一生当中 好好念佛 将来 应用这一句的名号 借用这一句的名号 离开这个世间 到西方既的世界去了 要明白吗 为什么老和尚要讲这句话呢 因为将来啊 我们人啊 会很苦 真的会很苦啊 你没有感觉到吗 真的很苦啊 我用一个比喻啦 我用一个比喻 大家好好听 好不好 我有个比喻 大家容易懂 为什么老和尚 常常说 我们这个世间 真的很苦 有一些人啊 拼命了一辈子 赚钱赚了很多 地位又非常高 生在富裕人家 而且啊 家庭 又欢喜 又快乐 到最后啊 就如同 古人讲的一句话 什么话呢 执着的一生 不带一草一木 你看 你执着一辈子 你赚到钱 到最后啊 连一草一木 都带不走的 什么都带不走 假象啊 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所以我常常说啊 你想要将来发财 你要修音 怎么修音 你有的 赶快发现去布施 为什么 因为你布施将来 还是你的 你死了以后 什么都带不走啊 你的金元财宝 都带不走的 什么都带不走的 到最后 谁来享受 就是我们 让我们儿女享受 但是他们能够 为我们修福呢 不见得 那怎么办 自己修福 所以啊 广修供养 你看阿弥陀佛 他没成佛之前 怎么修啊 广修供养 所以你看阿弥陀佛的福报这么大 很多人说 师父啊 我要念佛 我要念佛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我能不能修布施呢 不可以 你想要成佛 首先 你要把布施做圆满 你没有布施 你成不了佛 而且 哪怕是 比如了 你成佛了 没人供养 你是恶肚子的 所以弥陀经 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常以清淡各以一个 沉重妙花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即以实时 还到百国 每天都在供养啊 供养什么呢 供养十方五亮诸佛啊 供养佛 佛是最大的 不但供养修福 而就在修会 为什么 每一次供一尊佛 请佛开始 修会了 父会双修 哪来不成佛的道理呢 所以啊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我们怎么样吝啬啊 也带不住的 所以为什么人会苦 苦就是因为过于执着 执着什么 执着我们的假象 比如说 我恨一个人 苦不苦啊 很苦吗 很苦啊 看到一个人不顺心的 不如意的 苦不苦啊 很苦啊 老公不听话 苦不苦啊 很苦 而你不听话 苦不苦 很苦 老板不听话 苦不苦 很苦 这个思念 能不能稳固 苦不苦 很苦 做生意 又没有 又没办法发财 苦不苦 很苦 什么事情都很苦 你们呢 感觉苦不苦啊 苦啊 只是不敢说而已啊 哎呀 大家不老实 讲实话嘛 苦不苦 所以你们的脸上显出来都是苦啊 你看你们的眼睛 眼睛上面的我们的那个那个眉毛 眉毛是写什么 草池头 皮孔 一痕 一束 没有 眼睛两颗 眼睛两颗 然后加上下面一张孔 是什么呢 苦啊 那也不承认 你看你们的脸 脸先出来都是苦字 你看阿弥陀佛的脸 就是乐字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都是假的 都是无常的 既然无常呢 我何必过于执着呢 没必要执着 尽心尽力 详尽办法去做就好了 尽我们的本分 没必要执着 所以中方产事告诉我们 诸苦尽从贪欲取 不吃贪欲取 以往自信弥陀佛 意念分吃 总是谋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人为什么会苦 就是因为过于执着放不下 所以在这个世间 所有的痛苦啊 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 西方极乐世界你看 弥陀经里面所讲的 诸善善人聚会一处 看到人都是善的 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 不要说外面 说我们自己在比几个人 为什么一个道场干部 会常能吵架 不和就离开了 其实没必要 你发心 你来发心 发心是对自己 不是对别人的 我们发心了 为大众贡献了 出一点力 来供养给大众 你的福报有多大 不要一点点的事情 产生自己的计较 然后真会 然后争执 吵架 没必要 我们学佛的人 应当要这样做啊 学地藏王菩萨的信念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讲 地藏王菩萨本元经 没有别的 把这句阿弥陀佛 应用在地藏王菩萨的愿力 把地藏王菩萨的慈悲与愿力 落实在这句阿弥陀佛当中 你念佛就会成就了 没有别的 因为念佛当中 你很多逆境啊 看到人不顺眼 看到人不高兴 看到哪一个人 让你很难过的 所以啊 在这个社会里面 古人所讲的 人不如一事 敞八九 常常遇到的 就是不如一事 不如一的事情 如一的事太少了 不如一的太多了 为什么不如一呢 心亮了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让我们天天快乐 天天欢喜 天天呢 非常的发誓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烦恼 起不了作用啊 没有因 没有那个缘 所有的人都是好人 你看 现在的人很辛苦 对不对 像以前啊 我恨一个人 我恨到他 我看他讨厌 每天站在我面前 碰来碰去 碰来碰去 有一些人家结婚啊 像我们到场啊 有一对夫妻 年轻的 刚刚结婚的 她生 她的老公 她那个太太 打电话给我 师父啊 我给你求忏悔 现在的人 求忏悔很简单 以前人到求忏悔到佛堂 现在求忏悔拿个电话 师父 对不起 我求忏悔 结束了 对不对 你们可以试试看啊 还有十分钟了 还有十分钟 很抱歉 其实这个机会啊 我跟大家来讲讲话 我们的事 事宜不要改我啊 我在讲讲话 因为时间按太短了啦 法会结束 明天要各走各路的 所以啊 你对夫妻打电话 师父 我跟你求忏悔 很简单 还有人说啊 师父 我已经供养给你 供养哪里 我已经寄到你的户口了 哈哈哈哈 很容易的啊 你看啊呀 这个这些人 太简单了啦 所以我说啊 什么叫恭敬心 为什么我们现在恭敬心不恭 比如说 你现在洗衣服 谁来洗啊 谁来洗 洗衣机对不对 你现在吃饭 谁来煮饭 你现在请人家吃饭 然后呢 请人家喝咖啡 谁来煮啊 嗯 所以啊 很多事情啊 我们自己啊 有时候不知道 所以现在的人啊 为什么老公啊 容易有外遇 为什么 你洗衣服 是洗衣机洗的啊 对不对 你看 衣服有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洗衣机洗的啊 如果你自己洗 你看 哎 为什么有红红的 为什么有头发呢 为什么有这个 为什么有这个呢 就这个啊 以前呢 为什么人家会这样 不敢 不敢那个 不敢搞那些外遇 什么原因呢 因为 衣服都是老婆洗的啊 现在你看 为什么外面很多人 做了这种事情 什么都洗衣机 洗衣服啊 洗衣机 定在那边 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啊 女生 你去世 所以以后 小心哦 老公的衣服 不能用洗衣机哦 这个 这个 不是 不是来 邀请你们的 这个是讲一些实话 那这位居士啊 他跟我说 师父啊 求忏悔啊 求什么忏悔 没有啊 我的老公 他回去 他丢 丢碗啊 那个碗 一个一个丢 我看到他丢 我不甘愿啊 因为那个是我买的啊 所以啊 那你怎么做呢 我也跟他 跟他一样 他丢碗 我丢杯 一个人丢碗 一个丢杯 丢到最后啊 剩下一个杯也没有 才知道 我做错了 做错了 跟谁忏悔 打个电话 师父求忏悔 所以啊 有时候啊 我们人很奇怪 真的 当着谈那爱的时候啊 没有你 我很辛苦 当年结婚之后 有孩子才想到 我有你 我真的好辛苦 真的很奇怪 人就有这种的事情 所以啊 西方极乐世界啊 我们在这个 说破世界的痛苦啊 在西方极乐世界 统统都没有 当你看到这个比喻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你要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比如说 当有一天 我们 担心有一天老了 老啊 有老之苦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是金刚不还生 你看 做人老很辛苦啊 什么都不方便啊 对不对啊 你想一想 虽然这个国家政府很好 但是我们想一想 有时候 我们老的时候 什么都不方便 走路不方便 想要参加念佛不方便 要吃饭也不方便 去玩 也没力气 什么都不方便 有时候甚至一样 要上厕所 也要靠别人了 你想一想 你活在这个世上 你拼命多少 从你年轻到老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让你 让你过得很幸福快乐的 都没有 当我们老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活得没有尊严 你看 你去医院 看那些老人 有时候上一个厕所 要小便 要大便 要靠人来护士的 那些医院的护士 有没有真的 慈悲心来为我们服务呢 不见得 有时候 而你没有空啊 你想一想 当我们老的时候 你在想 真的 人没有意义啊 什么都 假的啊 西方极的世界 而且 没有老苦 是金刚不换神 永远不老的 你要不要去啊 赶快去 比如说 除了老 有一天 我们担心寿命到了 寿命啊 西方极乐世界 五无量寿 这个是真的啊 你看我们在这边 你有多少财产 带不走的 有什么样的 就带不走 为什么 寿命啊 我现在的 我们现在人 寿命啊 平均啊 平均啊 不是说平 我说平均 七十二岁 平均 超过的 是你的福报 记得啊 那你想一想 你现在几岁了 你现在几岁了 你自己衡量 你自己 你还能够多少年呢 在这个世界 拼呢 在这个世界呢 来来来来 拼命了 还几十年 西方极乐世界 不但寿命无量 而且这个寿命啊 是跟阿弥陀佛相等的 我们在这边 总有一天 担心有一天 伤病 伤病很苦啊 西方极乐世界啊 无病 没有的 你看最近 新加坡 有一个有钱人 大富裕人家 寿命六十八岁 新加坡人哦 很有钱哦 企业家 公司很大 他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很孝顺 有一位太太 这位太太 非常对他 忠心 他得了什么 得了脑癌 他也不知道啊 他只检查 每一年去检查 检查出来 发现他的脑啊 有一个东西啊 让他不知道 而且这个脑癌啊 已经 进入癌症啊 就是第四级了 然后医生跟他讲 你的寿命啊 顶多一年 这个是新加坡的 一位大富裕人家 我不可以说他的名字 后来呢 他每一天啊 经过三个月之后啊 他这个癌症啊 开开发作 所以 没有去检查 还不知道 也没有去想 一发现了 每一天想他的癌症 每一天想癌症 那慢慢这个癌症啊 他的细胞啊 就开始发作了 他发作怎么办呢 开始痛 脑癌 痛得不得了 每一天靠着是什么 靠着药 这个止痛药 来治他的这个痛 然后这个药过了 这痛又来了 后来受不了 跑到哪里 他会瑞士 瑞士不是有一个叫做安乐死的吗 去那边安乐死 受不了 那这样安乐死是不是属于自杀 属于自杀了 自杀以后很恐怖很幸福 所以啊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病 没有苦 什么都没有 你想一想 无量寿 寿命无量 金刚不坏身 又不病又不老 这个环境太好了 不但这样会更好的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我要到处去旅游 我要到处去旅游 旅游苦不苦啊 很苦啊 我这一次坐飞机 从雪梨到西澳 本来已经要 Landing了 已经要Landing了 突然就 又飞上去了 一定有事情出状况的 很危险坐飞机的 那真的啊 我这一次去新加坡 那个坐新航 刚刚起飞十分钟 那个开飞机的 宣布 告诉空中人员 就是那些服务人员 他说 全部坐在位置 不可以走路 也不可以服务 那一宣布这样 我们就心里很 就是这样 哇 那个开飞机已经宣布 告诉服务人员 不可以有服务的 全部坐在位置 绑安全带 我在那边 怎么办呢 赶快念佛 阿弥陀佛 然后呢 坐在我的旁边 有一个年轻人 尤其是女生 他看我这样 什么跟什么 我念佛啊 念佛啊 如果事情来 赶快走啊 对不对 阿弥陀佛 跟在飞机 跟我们地下 有区别哦 为什么 因为在上面 阿弥陀佛 距离我们 比较近 哈哈哈哈 事情啊 事情容易解决啊 对不对 阿弥陀佛来了 事情发生了 阿弥陀佛 廿佛接走了 那在地上啊 还有距离 所以赶快 就是这样 真的 整个飞机 咬啊 好厉害 咬到新加坡 很多人吐 那个乱流 真的很危险 坐飞机 太危险了 所以每天 所以啊 你要坐飞机 我教你一个方法 保证你安排 安全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告诉我们 你这保险 你要坐到哪里 你念一万声的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就命令所有的 地神 鬼神 地神 哪一个树神 为你保护 到哪个地方 已经为你安排好了 记得 你买保险 那个不保险 地藏 地藏王菩萨 名号真的有保险 只要你出一万块 一万块就是 一万声的佛号 那保证你的 所以以后你不用怕 西方极乐世界啊 应念极致啊 随心手艺 无不是啊 随心手艺 到哪里 到十方诸佛国土去理由 只是你动一个念头而已 你到十方诸佛国土 也不用坐飞机 也不用做什么呀 只是动一个念 念头 应念极致 就是应念了 极致 那最快的 知道了 我要到这个地球 西奥来 很快就来了 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这样的环境啊 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我们必定要认真啊 努力认清楚 我们这一生当中 来到这个世上 是为了什么 到最后还是要离开 大策大悟 大策大悟 敏心 见性 所谓我们净土中所讲的 一心不乱 你能够打到这种境界 但是这种的境界 我们现在很难 既然很难 我们就打到什么境界呢 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是怎么样 你能够清净心 你能够平等心 你的境界到四一心不乱 那如果我们不打到 这样的境界怎么办 很容易 最低线的 我们必定要学 怎么样 念乎 功夫成辩 什么叫功夫成辩 功夫成辩 就是富足我们的烦恼 用什么辅助 用这一句名号 第一句烦恼出来 第二句阿弥陀佛亚撒去 当你起烦恼 喜性做主的时候 你要记得 赶快不怕念词 只怕绝食 当你的习气 脾气 嫉妒心 那些不高兴的心 然后不欢喜的心 然后不高兴的心 赶快把第二念头 阿弥陀佛压下去了 你这样慢慢的学 你就明白 那如果你这样慢慢 这样学念佛功夫成辩 那才能够保住我们 念佛 往生西方去的世界 所以功夫成辩 用什么念来念佛呢 用真心 真心讲是什么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讲是什么 就是绝而不离的心态 明白这个道理 念佛就容易 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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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努力 把这个三十心念 我们做圆满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你看婆罗门尼 为什么会度她的母亲 离地狱之苦呢 婆罗门尼 就是地藏经里面的比喻 到现在找不到一两个 婆罗门尼怎么修的 把自己的家产 全部通通卖出去 来做什么 建道场 建舍利塔 广修供养 来那个布施 那个医药费 来供养一切众生 建立所有的行善 后来真的 她把她的母亲 她的母亲后来 从地狱升到天津 是什么原因 因为无毒鬼王告诉她的 当无毒鬼王 听到婆罗门尼的母亲 就马上合掌 你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月地利 当她听到月地利的名字 无毒鬼王就合掌 告诉婆罗门尼 圣者 你现在回去 也不用痛苦 也不用忧虑 因为你的母亲 三天前 已经升天界了 那我来问你 婆罗门尼靠什么 回向给她母亲 回向的 这个力量很大 大家知道 回向这个力量很大 所以每天念佛要回向 婆罗门尼是靠什么 靠孝道 所以这个无毒鬼王 牵制在地藏 古上本元经讲的 是亲自讲的 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无毒鬼王 告诉婆罗门尼 圆臣孝顺 而你 广修供养 度母亲 抵地狱之苦 是因为她广修供养 就是这样的 那婆罗门尼的孝道 从哪里来 孝道从哪里建立的 公敬心而建立的 所以你要学佛 你要学公敬心 记得 三十西念最后第三十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如对持尊 你到这个佛堂 看到佛像这么公敬 这么一种庄严美好 你对佛的公敬 那种心态 你能够对一切众生的 公敬的心 你的公敬心是真的 如果今天来到佛堂 你对佛像 公敬 但是对一切众生 处事待人接悟 看到哪个人讨厌 看到人计较 看到哪个人不喜欢 那你的公敬心是假的 你要记得这件事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首先要是怎么样学公敬 公敬不是对别人 公敬是对我们自己 你看那个三国 刘备 刘备是怎么样 把诸葛亮请出山的 你知道啊 刘备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诸葛亮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不是那么容易啊 他连那个草操 孙权都放在眼里的 何况刘备呢 穷光蛋 后来呢 被刘备请出山 靠的是什么 公敬的心态 所以自成感同 只是诸葛亮很可惜啊 得其主不得其死 得到好的主公 但是时间不适合 为什么 到最后啊 刘备坚持啊 诸葛亮后来也实在很惨 被谁整死的 被刘备的儿子 整死的 所以公敬的心态 不是在口上说的 在心底上对自己 不要说 没有人知道 我们不要学公敬 你知道 天之地之 我之你之 所以公敬的心态 必定要学 从自己学取 没有别的 要从公敬的心态 今天时间到了 讲太多了 明天啊 我等一下法会结束 我会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台湾 好恐怖啊 因果报应 好恐怖啊 他两位是好朋友 为了金钱 为了钱 害死自己的好朋友 将近46年 后来他的朋友自杀 用什么自杀 用油 发在你的身上 然后自己烧起来 然后报仇 来报仇 对他的朋友报仇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朋友不义取材啊 后来家破人亡 这个朋友害死自己 后来呢 他自己本身 害死自己的太太 后来太太啊 受到一种很痛苦 死了以后很痛苦 怎么痛苦呢 下午再跟大家来分享 现在更分享啊 这个不行 让大家不要回去 下午啊 法会结束 我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用亲神的心 恭敬的心 来做三十信念 把这个三十信念 能够回向 给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澳大利亚 给我们的过往的父母 给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累积 姻亲在主 能够发心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那我们一起来回向 钦炼 你 你 感谢观看